那等一下的時候我們就跟著我們 最可愛的天天店長 可以第一點 然後順手 不X槍 不X槍就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HR測試員 沒有啦沒有啦 哈囉大家好 又來小高高 我是查米 我是亂搞狸 我跟狸子兩個今天來做一個實測的部分 由我來測給大家看 子劍之雅 跟Mox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 戰神 並且告訴大家說 怎麼樣去玩這個下一個小高高 讓白帶掉的更起勁 讓你高高高 搞翻天 爽到不行拉爽爽 OK 那就讓我來跟你一起 來GO 大家好 好 我是那個桃園店店長黃天毅 每年的7到9月份 我們基隆這個區塊是屬於小高高的季節 那風浪也是比較平穩的季節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時候可以來適合做我們的那個 白帶魚 還有 黑尾巴浪 還有透抽軟絲 這屬於近海的這個季節性的魚類 那接下來的話我先跟大家解說一下 第一個 這把桿子是屬於死肉桿 放動的速度是比較緩慢的 我們是要有一個輕的節奏 那還有要去靠我們乾鮮 乾鮮的部分去提我們的鐵板 你在下去的時候 提起來 靠我們乾鮮的部分 去把我們的鐵板 死肉的鐵板 提起來之後上去 然後它會去往下飄 飄串 這個動作要去做到 好才會去吸引魚的注意 進而來造成他們救兒 那這一把桿它是屬於天亞桿 我們在釣天亞的話 長度大概都會落在6尺5到6尺9之間 就是在2米1之內 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要去晃動我們的天亞的時候 比較輕鬆 不會有那麼大的負擔 竿子越長 對你的操作是越大的負擔 那天亞桿其實負重都是 30到60號 30號的話到60號 基本上就是我們講在3兩到6兩 的牽重 那天亞桿它特別的地方 跟鐵板桿不一樣 鐵板桿你去發現 它鐵板桿都是屬於彎曲 彎曲度都是屬於 將近是同釣子 何謂同釣子 就屬於 會彎到 彎到我們乾身這個部分 中間的部分 那仙釣子就是屬於像這樣子 這個東西叫仙釣子 所以只彎前面這個部分 就是屬於仙釣子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做到仙釣子的部分 就是 我的乾身 來去支撐鐵板的重量 然後 乾鮮的部分 來去增加我們的靈敏度 魚訊是靠這個乾鮮的部分 來去瞭解說 這個魚它現在是 左耳還是已經完全舊耳了 它這個乾鮮的部分 它是 石鮮 卡本纖維 石鮮的卡本纖維 而不是一般我們所謂的玻璃纖維 我們要下到三到六兩 因為有時候看到流水的大小 流水的快慢 大小 或是有時候底下還有一些什麼雙層流會吸 所以會造成說我們的 鉛下不去 鉛為什麼下不去 還有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釣線的搭配 因為小高高一般來講 很多釣友他們都會選擇 使用到三號四號線 其實 在我們釣那麼久以來 會覺得都太粗了 所以我會建議說 一般釣友在玩的話 我們可以用到 1.5到2號 其實就很好用 它的切水性就會比較好 那接下來 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在使用的 一些釣組 那今天我們在小高高的時候 我們常用到的話 釣組有三種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鐵板 鐵板的釣法 那我們在小高高的時候 其實 是一個很輕鬆的一個活動 所以說我們在做釣的時候 其實不用用到 鐵板用150顆 或是牽用到6兩 8兩 10兩 12兩 其實都太累了 我們在小高高 其實我們在 用的鐵板 大部分我們會落在 80到120之間 鐵板 我們會比較是 著重在 抽動 跟一個落下的方式 釣擺帶魚 第一種 就是我們 不斷的一個 小幅度的一個抽動 三叉鉤 下去的 串下去的時候 我的 我的三叉鉤是會 好 這個洞做出來的 串下去是這樣子 串下去的時候是 鉤子會往上跑 所以我們一般會落在 不要到 它的鐵板的 二分之一處 盡量在二分之一處以內 白帶魚怎麼吃法 基本上都是屬於 直直的頭巢上 它比較不會說 頭巢下降去吃 它都是屬於這樣 往上夾 往上夾的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鐵板上很多齒痕 跟 它衝上來的時候 你常常會勾到 它的篩蓋 啊 幹嘛的 什麼肚子啊 很多地方都會去勾到 那 第二個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落下 你 第一個抽動的時候 它就是一直不斷的去往上抽 那落下的部分呢 其實落下 其實我們 鐵板就會有差異 落下的鐵板 其實會比較偏向 屬於這種 葉子型的 葉子型或是像我們MARS這一種 都是屬於偏向石肉 或是快抽都可以玩的一個鐵板 落下的動作其實很類似 但是我們是往下 往下放 中間是不去做任何的一個抽動的動作 那它的 舊耳訊號其實很快 那像它這個落下之後 落下 然後我們會停住 讓它回來 那白帶它會上來吃 所以它下方這個鉤子的機率很高 那 你今天在往下落的時候 它一樣 是這樣子 讓它落下去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 3米5米 3米5米 就是慢慢去放停 放停 放停 讓鐵板是造成 下去 停 下去 這樣子停 的效果 那我們不需要去抽太快 你抽太快容易造成一個什麼問題 除了爬樓梯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被剪線 因為你今天抽很快 它沒有咬到 然後你又放下來 它擺帶從常要咬沒有咬到鐵板 很容易就剪到你的線 就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那這是鐵板的一個操作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兩年大家開始比較夯的 都是屬於這種 我們叫TEN牙 TEN牙頭 那TEN牙的部分比較不一樣 那TEN牙的話我們基本上 今天我們先放到一個湧城的時候 好比說 今天水深大概60米 我今天 從50米開始燦 燦燦燦燦燦燦燦 到某一個湧城的時候有訊號 好比40米 其實白帶魚很簡單 今天 釣40米 有訊號的時候 你下次下竿都是在 50到40米之間 就這個晚上就釣這段時間 這個距離就對了 這個水深 不太會變 只有小隻的魚 它會往上浮上來 那TEN牙的話就是 你到那個湧城的時候 我們會在原地 小幅度的 拉我們的TEN牙頭去操乾 去晃動一下 停住 等它 就是靠我們乾鮮的這個部分 它的一個訊號點 它有來輕輕的啄 或是啄內一大下的時候 我們就有可能去做一個陽乾的動作 因為它這個肩 別針勾在這邊 你陽乾的瞬間的時候 它提起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往下這樣子打的 是這樣子上去的 所以很容易就是打到你嘴巴 跟塞蓋的地方 都會著溝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下去 我們在那邊晃動的時候 等它來 因為有秋刀魚在上面 會有味道去吸引它 還有本身秋刀魚 它本身上面的鱗片 也會吸引白帶魚的注意 還有一個釣法 就是我們講的 魚皮夾爾的一個釣法 那魚皮夾爾 大家應該都知道 主要的對象 也就是我們講的 回復伐郎 那它其實 它可以種的魚很多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不掛爾的情況下 回復伐郎 要有群有那個量來的時候 我們才會把這個 魚皮夾爾放下去 但是 這個也會去種到 也會種到白帶 那今天如果說 某些釣場比較淺 那我們的籤又放得下去的時候 沒有回復伐郎 我們可以釣什麼 我們可以掛個 五兩六兩籤 層到底 上面掛鵝 蝦仁 或是小卷 敲底 看看有沒有黑喉 或者說其他的一些 基隆這邊附近比較多 叫板鵝 那這就是魚皮夾爾的一個操作 那北部的話 我們以基隆嶼作為正中間 它會分為基隆嶼的 西邊 跟東邊兩側 右側的話 我們叫做這個地方 叫做 環拿鵝 跟大山下 大山在哪一個地方 你們現在可以看到那一座山 尖尖的那一座山 尖尖的那一座山 就外面這個尖的這座山 叫大山 那個就是 下方 外面就是圓山紫紛洪道的出水口 台北的 什麼水 洪水 那些都是從那邊排出來 那 那個區塊 基本上水深都是落在20到60米之間 那基隆嶼周邊的話 還會有40到90 100多米的 呃 長生 大山這邊的話 它 海岸線出去 大概 七八百公尺 從我們這個碧沙漁港出去 右手邊開始 綿延一直到鼻頭漁港 鼻頭港那邊 會有一條很長的一條沙地的一個地形 那這邊的話 萬里也都是屬於很多娛樂船會出 深度的話 萬里那邊的話大概30到60米左右 跟這邊其實差不多 只是到基隆嶼前方會有一個大流溝 它是一個山極 它會分兩邊 OK 好 那等一下的時候 我們就跟著我們 最可愛的天天店長 對 上船 來上船 我還是針對兩個鐵板為此側 那綁組吊法呢 看右上角 好 OK 這樣子囉 上船 先來就實測 那我們先來測指電枝牙的部分 這邊呢 可以用單培鈴跟雙培鈴 然後接下來我就直接接個別針 然後之後就是下面的部分 這是指電枝牙3 今天流子也是很大耶 對啊 我下210 260 210 都還是會飄 喔有了 不聊天不會中 一定要聊個天 還有嗎 Lucky是不是 好像剛剛有咬對不對 現在又有咬了 哈哈 現在又有咬了 可以這樣抓 鬆掉了 然後鬆掉對不對 收錘來 收錘一點 就這樣 就黏住了 就黏住了對不對 沒有快速 OK 好 擺大 Yeah 擺大 他噴的東西 我還要噴了 你來噴了對不對 你壞壞 那 等一下的時候 我會換 MAS 戰神 這邊 然後你到底大家看一次 吧 這三差夠而已 OK 其實操法都一樣 但是重點是什麼 不要有自限 這個 Long By Live的時候 最忌諱又是有自限 然後我們就一樣 到剛剛的泳城 有啊 我一直在拍你 有啊 我一直在拍你 有 哇 這麼近啊 這麼近啊 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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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其實剛剛不要說 不要舉太高 可以低一點 然後 順收 補一槍 補一槍就好 不要 他媽沒有要來的意思了 不要不要 先轉上 有 可以啦 OK 這就是戰神啊 嗯 因為其實 我個人是偏好指電之牙 所以等一下的時候 我會全程改為指電之牙 這是今天的冰箱 對 等一下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會不會爆棚 好不好 我們今天只吊三半夜而已 指電 GO 有嗎 有啦 指電 指電 大 三 三 三排在那裡怎樣 那有嗎 對啊 現在又不是吃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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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不講話不會有 你這講話才會中 你這講話才會中 來三步走 一 二 彈一下 三 停 哦 就這三步驟 OK 然後看一下 我這邊 哇 大約是這樣子 哇 這個厚度大概是 滿滿的 上面都是 哇 然後 我依我這樣看的話 62指 62指 大概一個量 今天如果說你要吊整夜的話 我相信150指應該是可以的 絕對是破百的 是 好吧 那接下來八九月就是大家大腳 OK那就這樣喔 掰 有了有了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引箭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喔 謝謝